各位觀眾好 特斯拉將迎來最大的對手嗎? 2022年12月 來自越南的999台Vinfest VF8 City型智慧電動車 乘坐貨輪抵達舊金山 敲開了特斯拉的電動車帝國大門 不只有Vinfest 許多車廠都拿起籌碼坐上桌 準備要搶攻這塊市場牛肉 而大家手上握的籌碼就是自家生產的電池 難道特斯拉真的要跌下神壇了嗎? 馬斯克拿出的決戰利器 竟然是舊瓶裝新酒的過時電池 你知道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戰場之中 台灣也已經參上了一角嗎? 這次吹響電動車戰爭號角的Vinfest 是來自越南的車廠 在這家野心勃勃的企業背後 可是有越南首富潘日望與他的集團Vingroup在撐腰 這波汽車的售價定在4.2萬美元 與特斯拉新推出的Model Y 5萬3千美元價位相近 明顯就是衝著他們來的 但或許也不用那麼快下定論 畢竟美國的電動車這塊大餅可是人人都搶著要的 在疫情之後 電動車市場需求大增 許多車主甚至得排隊一年才等到新車 美國政府在最近五年內 更是支出超過50億美元用在建設充電樁 目標設立50萬座的充電站 除了VinFast以外各家大廠 像是通用汽車或是來自中國的比亞迪 除了研發新車外 更宣布把資源投入電池的自主研發 全新投入電動車市場 要掌握電動車產業就得先掌握好電池 因為電池就佔了整台車35%到40%的成本 選擇不同種類的電池 更會影響到續型的里程 充電效率跟安全性 就連狂人馬斯克也多次更換自家特斯拉所使用的電池 這又是為什麼呢 當然是安全與成本的考量 還記得我們先前談過的氫能嗎 在十幾年前 與電動車角逐未來環保車位置的 還有氫能車 因為氫氣的分子量小 在燃料電池中的能量轉換效率也不錯 因此理論上 氫燃料電池的能量密度是 鋤離子電池的150倍 只是以現在技術成熟度來說 明顯是鋤離子電池獲勝 不論是手機、電動車 還是大型儲電設備 到處都見得到鋤離子的身影 但你知道在過去 它本來是個不被看好的項目嗎 為何電動車電池都是鋤離子電池呢 氫與鋤的競爭是勢必發生的 因為它們就是排在元素周期表最前面 原子序最小的一二名 鋤的密度甚至只有每立方公分0.534克 這比水還要輕啊 代表在相同的重量下 可以放入更多的原子 攜帶更多的電量 這正是我們最需要的 這邊要先說明 雖然我們常常稱它為鋤電池 但其實鋤電池和鋤離子電池 並不是相同的東西 我們平常用的都是鋤離子電池 真正的鋤電池 其實是一次性的電池 像是遙控器中的鈕扣電池 只要型號是CR開頭的 都是鋤電池 不是鋤離子電池 也不是水銀電池 當然啦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 全部都會是可以反覆充電的鋤離子電池 如果你聽到鋤電池 那就像平常一樣 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就好了 回到鋤離子電池 1970年代英國化學家惠廷漢 發明了第一個可以充放電的鋤離子電池 它的單位重量的除電效率 遠超過當時的 謙虛電池與鋤鋤電池 在鋤離子電池中 金屬鋤會在負極丟下電子 以鋤離子的狀態移動到正極 並被特殊設計的 二流化態夾乘捕捉 電路中的電子 則會從負極流往正極 完成電路的循環 但是這顆鋤離子電池的負極使用的是純金屬鋤 當電池充電時 鋤離子會回到負極 再結晶成金屬鋤 在這個過程中 容易形成如中乳石般的金須 當金須因為反覆充放電變得更長 甚至會戳破電池的保護層 導致短路爆炸 好在後來美國的古迪納夫 與日本的吉野璋 分別將正極材料換成了 鋤氧氧化物 負極換成了可以捕捉鋤離子的碳材料 整顆電池不再有純金屬鋤 只有鋤離子在電解液中移動 確保了安全性 讓鋤離子電池得以商業化 而這孕育出鋤離子電池的這三位科學家 惠廷漢、古迪納夫與吉野璋 也在2019年 爆回諾貝爾化學獎 實至名歸 在這之後日本大廠Sony 在1991年推出了第一款鋤離子電池 到現在也已經超過20年了 在20年間鋤離子電池又做了哪些改良 讓我們終於可以搭上純電電動車 使向更美好的未來呢? 在吉野璋將負極換成石墨烯等碳材料之後呢 至今沒有太大的變化 鋤離子電池最主要的改良還是圍繞在正極材料的改變上 我們習慣將不同的鋤離子電池 依照它的正極材料來命名 例如剛才提到普迪納夫 將鋤離子電池的正極改為鋤氧氧化物 因此被稱為鋤酸鋤電池 電池發展到現在 陸續登上舞台的 還有磷酸鐵鋤電池 磷酸鋰蒙鐵電池 鋤鋤鋤鋤電池 鋤鋤鋤電池等等 種類好多 告訴我最強的電池是誰就好了吧 別擔心 種類非常多 但你只要認識兩種電池就好 分別是 三元電池 跟馬斯克最愛的磷酸鐵鋤電池 三元電池是目前市面上可量產的產品中 能量密度最高的電池 也是現在電動車的電池首選 這個三元指的是正極材料中 除了鋤以外 還加進了 涅菇某三種元素 具有高容量低成本的巨大優勢 除此之外 材料學家發現 如果提高三種元素中的鋤含量 可以進一步提升單位體積的電容量 許多車廠推出的高鋤電池 鋤含量甚至會高達80%到90% 這種高鋤三元電池的電容量 可以高達每公斤280到300瓦時 相較之下 馬斯克最愛的磷酸鐵鋰電池 每公斤只有140到150瓦時 只有三元電池電容量的一半 那為何身為電動車龍頭的特斯拉 反而要選擇磷酸鐵鋰電池呢 其中還有其他理由嗎 熟悉馬斯克最近推特大財源風格的人 可能已經猜到了 沒錯 就是成本考量 磷酸鐵鋰電池的成分 除了磷以外 只需要常見的鐵跟磷 完全移除了昂貴的稀有金屬 鋰跟菇 在俄物戰爭爆發之初 由俄羅斯是鋰的生產大國 導致鋰的價格在一個月內 暴漲了250% 大大增加了高鋰三元電池的成本負擔 相對於三元電池 磷酸鐵鋰電池不僅成本低 安全性也較高 因此除了特斯拉 在2022年電動車銷售數量 超越特斯拉的這家中國車廠 比亞迪也很愛 比亞迪自行研發的刀片電池 用的就是磷酸鐵鋰電池 並且透過物理結構的改良 在不過多改變材料的情況之下 增加相同體積中的電容量 就如同半導體發展 現在也遇到了不少瓶頸一樣 磷離子電池的極限 似乎也已經到頭了 科學家預估 磷離子電池的物理極限 大約就在每公斤300瓦時 三元電池也差不多摸到這條線了 而這個結果距離完美 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因為汽油的能量密度 可是每公斤12000瓦時 磷離子電池的40倍 先別失望 就像次世代疫苗一樣 隨著科技進步 磷離子電池也將進入次世代 2022年3月 Cocono與台灣電池廠商 輝能科技共同發表 將在2024年導入固態磷電池 用固態電解質 來取代傳統磷電池中的液態電解液 不僅重量只有鋰電池的一半 去掉液態成分之後 更大幅減少肉液燃燒的風險 更重要的是 固態電池的能量密度 上看每公斤500瓦時 是三元鋰電池的兩倍 以後車主們 終於可以少換幾次電池了吧 想開電動車的車迷 也可以期待 因為除了Cocono以外 灰能科技也宣布結盟 開頭介紹過的越南車廠 LinFest 渴望在電動車市場上 掀起一波高能量密度的 固態電池車風潮 這邊有個更好的消息 超越固態電池 能量密度可以逼近汽油的 空氣鋰電池 已經在研發路上了 空氣電池的負極使用鋰金屬 正極則替換為氧氣或二氧化碳 成為鋰氧氣電池 或是鋰二氧化碳電池 因為用氣體 取代了原先沉重的金屬正極 大大提高了相同重量的電容量 雖然空氣電池仍在研發 而且一樣需要面對 負極沉積時產生的 金虛、安全等問題 但至少在過去20年 鋰電池遇到的困難 已經多次被解決 電化學除能的方式 已經不再是不可能 而且是大有可為 如果大家對這方面的研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 那就趕快加入會員 來點菜吧 電動車這塊市場肥肉 當然不只有新興的越南Vinfest 跟中國比亞迪在虎視眈眈 市場上可是百家真名 根據標準普爾全球移動的預估 或許特斯拉在美國市場的市佔率 將從2022年的65%一路下滑 到2025年只剩20% 話說回來不論是市場上電動車的銷量年年攀升 還是各國政府車廠的全力投入 電動車主導汽車市場的未來已經清楚可見 未來會不會出現顛覆市場的電池 電動車甚至是全新型態的交通工具呢 這很令人期待對吧 當然我們也希望工業製程與材料可以繼續改革 終有一天電動車是否真的比較環保這個問題 也能有個解答 最後我們也想調查一下 在電動車勢必成為未來主流的現在 你已經準備好擁抱它了嗎 你是覺得 誒這說這什麼傻話 你早就開電動車開很久了 還是覺得 誒再等等吧 現在使用充電裝都還要排隊呢 或是你覺得 電動車沒有轟隆隆的引擎聲 這一點感覺都沒有 還是開油車爽 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 歡迎留言與我們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 加入頻道會員 鎖定更多精彩的科學新資 科學一體 我們下次再見